屠瓜環、柴灣和屯門三個受限區域 合共有2,500多人接受檢測 屯門的受限區發現一宗初步確診個案 屠瓜環定安大廈D座 早上6時半完成檢測 居民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短訊 或者帶手環證明已經接受檢測後就可以離開 其實你現在D座是沒有確診的 天井都應該是share的 你只是封D座有什麼用 疫情這麼嚴重 最好是盡量做出檢測的檢測是OK的 柴灣興華一村美華樓早上7時 陸續有居民排隊等候登記外出 閘內堆滿人 屠瓜環和柴灣兩個受限區 合共約2,060人完成檢測 沒有確診個案 至於屯門風景園第一座 遺風12小時後也完成行動 我覺得政府這次做得很好 其實應該是對的 應該要早點做 我覺得很差 因為我既然在停車場門後也登記了 又在自家門後也登記了 為甚麼不可以讓我出車呢 風景園和附近的翠寧花園 停車場出來的車如果要出大街 就一定要經過這條風安街 不過早上班繁忙時間 這裡仍然設有拉閘 要警員拉開閘 那些車才可以離開 屯門受限區大約有487人接受檢測 發現一宗初步確診個案 送到亞博社區治療設施 政府人員在三個地點到訪大約1124戶 大約74戶沒有人應援 柴灣受限區有三個人沒有完成強制檢測 被訂額罰款5000元 無線電視記者 利尤坤報導